大家肯定都听过 跟悟空是渔公的孙子 有一个玉皇大帝生孩子 这是沙悟静 猪八戒 你们听过呀 那我还是要说呀 渔公一山 讲的是一个人 他叫渔公 这全是废话 他家门前有两座大山 那两座山叫做王武山和太行山 没错 这两座大山挡住他们家门前的高速公路了 那时候就有高速公路啊 机场跑道 就是一般的路挡住他家门前的路了 渔公就看着两座山不爽 怎么样 冰沟鸡 怎么样 大家 你这渔公的香土味够浓的呀 他就决定开始刨山 回来吧 回来 你那渔公是三地鼠变的吧 渔公对王武山和太阳上使出挖地洞 李牧阳你没吃药吧 我这不是让你逼的吗 你那渔公可以正常一点吗 好 拿铁锹铲子刨山 刨着刨着 旁边就来了一个智嫂 就对渔公说话 那不念智嫂 那念智嫂 智嫂 嗖 你这神龙怎么那么笨呢 一个有智慧的老头 那叫智嫂 说嘛 一个智老头 算了 你就这么说吧 他就跟渔公说 渔公啊 你别跑了 再这样下去 你跑不完的 渔公就说 没关系 我跑不完 我儿子跑 我儿子跑不完 我孙子跑 你别老往我这指 你指旁边 我子子孙孙 一带一带跑下去 总有一天会跑完的 对 这叫持之以恒 这时候 在天上有一个玉皇大帝 他就听见了 玉皇大帝也只有一个 他就派两个黄金历士 下凡 帮渔公 移山 生孩子 生孩子像话 你说是渔公 生还是黄金历士生的 不管谁生 都是渔公的媳妇生 黄金历士直接把山移走了 审视 可是没想到 山移走之后 下面出现了一条河 渔公就跳进去洗澡 这渔公够猥亵的 这洗着洗着 从上游就飘下来了一个大桃子 还有桃子 渔公把这个桃子搬上岸 剖开来一看 里面有一个小孩 我就知道 他就把这个孩子 当做自己的孙子来养 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 到孩子18岁的那天 他听到远方的印度天竺国 有人在作乱 他就带着几个饭团 往印度天竺国出发了 一路上他遇到了三个小伙伴 一只猪 一只猴子 跟一只沙妖 他们一行四个人 上印度天竺国打坏人 打完坏人 顺便拿了几本经书回来 这就是渔公一山 我帮你捋捋这故事啊 照他这么说 这个陶太郎是渔公的孙子 对 他在路上遇到了三个小伙伴 没错 分别是沙悟静 猪八戒 还有孙悟空 他们一块上印度天竺取经书啊 你读懂了 我读懂什么了 你什么啊 我读懂你 没错 没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